在2003年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南部乌尔地区发现了一座古墓 据称这座古墓可能是吉尔加美什的墓 吉尔加美什是苏米尔神话中的一位国玩 它是阿努纳奇和法人的浑雪儿 身高至少有5米 力大无穷 考古学家的这个发现 等于是拿到了解开阿努纳奇之谜的钥匙 但是这个发现也给伊拉克引来了美国的灭国之战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吉尔加美什之墓 大家好 我是老克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病的阿部主 外面是阿努纳奇小仙 一直以来阿努纳奇尼比鲁的故事都被认为是一个虚构的神话 但是这件事情在2003年发生了改变 约克法斯宾德和他的考古学团队 利用现代技术深入地下 在伊拉克南部的乌尔地区沙漠下 发现了一座完整保存的相当完整的古城 整个古城里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运河系统 有房屋 有花园 有田地 在古城的郊区还发现了一座宏伟的陵墓 这使得考古学家非常兴奋 因为这些东西和传说中描述的乌鲁课程几乎是一模一样 这也让法斯宾德非常兴奋 用法斯宾德自己的话说 我不想说他肯定是传说中的吉尔加美什国安统治的乌鲁课程 但他看起来与那个时代描述的非常相似 在考古学家经过详细考证比对研究测量之后 基本确定这个古城就是传说中的乌鲁课古城 而这个墓就是吉尔加美什的墓 为啥说这个古城和林墓会让法斯宾德如此兴奋 因为吉尔加美什在传说中和阿努纳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吉尔加美什在苏米尔王表中排名第五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国玩 但是传说中他是阿努纳奇女神林松与一个凡人所生的半神 其实这个说话不太准确 应该是三分之二神 因为传说中吉尔加美什有三分之二的神血 三分之一的人血 所以吉尔加美什是一个巨人高五米 力大不穷 耐力惊人 并且非常聪明 但是因为有一半的人血 所以他和阿努纳奇的那种神还不一样 他有一个巨大的缺点 他的寿命和人类一样 这个让作为半神的吉尔加美什 又是国王的吉尔加美什非常苦恼 就和他就像秦始皇一样 就想获得永生 永享荣华 所以吉尔加美什就踏上了寻找永生的道路 为了让吉尔加美什明误永生的意义 阿努纳奇这些神还派出了一个自己的同胞 也就是另一个神 叫做Angie Duda 来帮助和引导吉尔加美什 在经历了重重冒险之后 吉尔加美什找到了永生的办法 但是阿努纳奇吉安Duda 用生命让吉尔加美什认识到 死亡并不可怕 于是吉尔加美什放弃了永生 并立志成为一个贤丸 这个故事就是著名的吉尔加美什史诗了 这个史诗一直被认为是神话 里面的吉尔加美什和阿努纳奇的NG Duda 都是人们虚构出来的人物 当然盛传的阿努纳奇造人 制造西人尼比鲁 都被认为是神话了 那么2003年发现的吉尔加美什之墓 就成了揭开阿努纳奇尼比鲁 西人人类起源的关键钥匙 比如说我们打开他的墓 发现吉尔加美什真的身高5米 对吧 那就证明他这古代真的有巨人 真的有阿努纳奇这种一个神 对一个神族 所以这个墓就非常重要 重要到它可能影响到人类的这个起源 而另一个意义就是 根据吉尔加美什史诗描述 吉尔加美什是找到了永生的办法的 而他死的时候将永生的办法一起带入了坟墓 也就是说这个墓里还有永生的秘密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 大家没想过 为啥2003年我们就发现了这个墓 手里就掌握了这把钥匙 那么到现在这些东西还没有得到解密呢 那不能让公众知道吧 不是 其实不是这个原因 好 我们现在来讲为什么 这就要说到一件国际大事 和一个非常恐怖的阴谋论 刚才我们说 吉尔加美什首先他发现了地方在伊拉克 2003年大家可能忘记了 发生了一件什么国际上的大事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 而这件事情就发生在考古学家公布发现吉尔加美食之末后的几个月 我们现在回想一下当时美国入侵伊拉克 有一点可能大家都还记得 美国为什么入侵伊拉克 美国自己都说不清 美国自己说入侵的时候一直都说是伊拉克有大规模杀杀性武器 但是这个说法现在已经被证明彻头彻尾是个谎言 伊拉克根本就没有那些东西 一些人认为美国只是想控制伊拉克的石油 这个说法到现在也被证明不对 美国在伊拉克的一些行动 却非常有可能说明一切问题 随之就诞生了一个可怕的都市传说 美国入侵伊拉克既不是因为大规模杀杀性武器 也不是因为石油 而是因为这座刚刚重建天日的吉尔加美石之墓 和另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为啥这么说 不只是因为入侵的目的不明确这一个点 美国军队在入侵伊拉克的时候 他们占领了吉尔加美石之墓这个区域 立即就在吉尔加美石之墓周围建立起一个营地 并清空了周围的所有人 包括当时正在吉尔加美石之墓发掘的科学家 考古学家都被驱除了 并且把那些被派来报道伊拉克战争 和报道考古成就的这些媒体成员 也全部驱除了 其中就包括了来自美国广播公司 ABC和英国广播公司 BBC的所有记者 不管不能报道 原来已经报道的所有内容 比如说发现吉尔加美石之墓这一类的类似报道 都从各个新闻网站上消失了 随后几周几个月内 该地区就开始传出各种各样的奇怪消息 因为有些记者还留在单地进行报道 想知道美国人到底想在那干什么 就有目击者 这些目击者声称 他们看到美国军事人员再进行古墓挖掘 并从现场移走了很多很多东西 根据远处观察可以确定的东西是美国军方真的打开了吉尔加美石的坟墓 反恐查什么大规模三星武器 他们好多军事力量都投入在这些我们现在主流认知以外的一些事情 是 如果只是这一个行动 不足以说明这件事情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跟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伊拉克国家博物馆有关了 伊拉克国立博物馆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 是建立最早产品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 伊拉克国家博物馆它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市中心 该博物馆收藏着大量的古代文物 包括了巴比伦文物 亚树 苏米尔 阿卡德等古代文明的艺术品和历史遗迹 还有就是关于阿努纳奇的几乎所有文物都在这座博物馆里面 但是当美军占领巴格达的时候 他们让博物馆几乎无人看守了好几天 在此之间 成群结队的市民冲入了博物馆 抢走了数万件价值连城的文物 美军在保护博物馆方面的惊人疏忽 受到了国际社会强烈的谴责 国际古迹理事会主席断牙 这件事情的严重程度不亚于反人类罪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流逝 事情发生了变化 许多目击者报告 在抢劫者冲入博物馆之前 美国特种部队就已经进入了 他们将砖满了各种文物的箱子 整箱整箱的运走 然后消失 国际社会对这些事情无比愤怒 并进行了强烈谴责 最后美国政府响应了国际社会的呼吁 决定派遣一个由中央情报局 联邦调查局和美国移民局 海关总署服务部的专家组成的小组进行调查 其中还包括很多国际社会推选的这些观察员 联合国的观察员 这个小组由迈克尔·伯格达诺斯上校担任领导 当这个小队到达的时候 他们发现了大部分的设施都已经严重损毁了 不过还有一件让伯格达诺斯和他的小队们 感到十分震惊的事情 当他们深入到博物馆地下深处的文物保险库里面的时候 他们发现有人已经先到那了 保险库虽然关得非常好 也就是说保险库没有被损毁 门是关着的 但是里面很多东西显然是不见了 可是保险库里面为了繁殖小偷进来偷窃 为了混淆偷盗者的假文物 和用于伪装的空箱子 根本就没有被动过 而且存饭中的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古代金银钱币 硬毡金银雕塑等文物没有被动过 唯一被拿走的是什么 不知道 就很 看出来是被人打开过的 就是有些地方明显是以前摆过东西 但这个东西不见了 这你能看得出来吗 比如说我们这儿有一张桌子 但这张桌子突然被搬走了 也没有人打扫 是不是肯定有留下痕迹了 对 有这样的痕迹在 这意味着什么就显而易见了 这些小偷他们知道他们在找什么 对 有地方是 对 而且也知道这个东西在呢 目的很明确 甚至连旁边的那些金银币 那些金银雕塑 他们连看都不看一眼 就把要拿的东西拿走 用伯格达诺斯的话来说 这些贼是非常有组织 有选择的拿来这些东西的 为什么美国在博物馆里面 做这种操作 他们又在吉尔加美食之墓里面 发现了什么 发现之后又让他们去抢劫了 伊拉克国家博物馆 而且行动的如此精确 现在这件事情的真相 只有美国人知道了 只有美国某些高层政客 这个阴谋论大致就是这个样子了 不管它有多大可能性是真实的 但是它这个阴谋论 都为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行动 还有在伊拉克的种种奇怪行为 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解释 不过对于这个阴谋论 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可能性 这些人主要是俄罗斯人 还有趁火打劫的 不是他们不是趁火打劫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理论 为什么不是 这个也不是他们自己的理论 而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 另一些根据事实推论出来的东西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个俄罗斯的同志 在一份十多年前的俄罗斯报纸上 发现了一些痕迹 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十多年前 也就是1991年海湾战争时期 就在这段时间里面 俄罗斯的报纸《真理报》 刊登了一篇报道 描述了一件后来被称为 中东的罗斯悦尔事件的报道 当时在伊拉克服役的一名俄罗斯善校 目睹了美国空军击落一架 飞过天空的不明飞行物 当他们迅速冒险赶到坠机现场的时候 善校发现了让他大吃一惊的一幕 这个不明飞行物不是一个飞机 而是一个飞碟 这个被击毁的飞行物是原型的 由一些他从未见过的材料制造而成 大约三分之一的飞行物 被美国的导弹制造的爆炸 已经完全撕裂了 因为坠机的地区在沙特和伊拉克的交界处 所以沙特军方也到达了现场 沙特人不让俄罗斯这位善校碰任何东西 因为沙特其实还是美国的盟友 但是他还是想尽办法看到和拍到了一些东西 他看到了一些电器设备 机械设备 还有些其他东西 据这位俄罗斯善校描述 这是一艘大约直径15英尺长的飞碟 也就大概4米左右长的飞碟 它里面有三把椅子 但是这个椅子显得特别小 因为本身飞碟就四米 里面还放三把椅子 所以这个椅子非常小 大概的样子就和我们那种儿童座椅一样大小 它根据那个座椅大小推算 这个飞碟的驾驶员应该只有大概三英尺高 也就是大概一米左右 一米左右高 然而呢 坠机现场虽然有驾驶员乘坐的椅子 但是没有尸体 更重要的是 在那里也没有发现任何看起来像是发动机动力系统的东西 后来根据沙特雷达站工作人员告诉这位俄罗斯善校 雷达确实记录了一些物体从飞行器中弹射或者掉落 但是呢 搜索直升机对沙漠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搜索直升机未能在坠机地点附近 找到任何机组人员 也没有找到任何其他的零件 直到2002年底 一个自称是美国军方内部人士的人向电台提供了答案 伊拉克确认从坠机现场找到了一些东西 而实际上正在试图对外星人的这些技术进行逆向工程 根据这个来电者的说法 美国政府相信萨达姆的科学家即将取得重要突破 所以美国必须在他们取得突破之前阻止他们 也就在这个节目播放后几个月 美国入侵了伊拉克 这就是伊拉克战争的真正原因 在那些抢劫者进入伊拉克国家博物馆之前 美国军方就从博物馆中移走了逆向工程的技术 而大规模沙山性武器实际上是个代号 这个代号暗指外星技术 美国政府其实一直都在讲真话 他没有撒谎 他就是去找大规模沙山性武器的 不过这个大规模沙山性武器指的是那些外星技术 当然也有人认为 这艘飞船其实就是阿努纳其人的飞船 飞船的残骸和博物馆的证据 最终都指向了吉尔加美什之墓 所以美国人拿了伊拉克博物馆的夺墓以后 又去到了吉尔加美什的墓 但是吉尔加美什墓里的秘密 现在只有美国高层知道了 反正我觉得比如说像无限能源这种东西 我估计技术已经掌握在某些国家的手里 高层的手里 但是他们不敢弄 一弄的话它触碰了很大的利益集团 就现存利益集团的利益 相当于国家跟这个利益集团就对立了 所以他就不敢弄 就算他说了长生的秘密 很可能现在的我们的技术也无法去复制 比如说长生秘密step1 制造一个黑洞 对 怎么办 但是他有这个技术 就说明他有配方了 如果有一天我们技术达到了 我们就可以干 去找一个黑洞 然后能控制它 然后你就永生了 对 我们现在能确定的一些事情 第一 美国人确实在当时吉尔加美什之墓 那个地方进行了军事行动 第二件事情 美国人确实在伊拉克国家博物馆里面 做过一些什么事情 第三件真相 美国确实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而且他们说不出为了什么 对 他们说的是反恐 大家对吉尔加美什之墓 和这个阴谋论 有上想法或者意见 可以在下面的评论区 和我们一起讨论 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谢谢大家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